欢迎回到实用英语PLUS 我是Dana 我们今天聊一聊颜色的一些文化含义 以及在英语当中它们有些什么样的表现 大家知道颜色是有一些特定意思的 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红州蓝州 国旗的颜色 比如说球队和球迷的服装颜色 圣诞色很明显就看出来 红绿白 那橙色是很典型的万圣节的颜色 美国有一个Saint Patrick's Day 它的代表色是绿色 Easter 复活节 也是用绿色象征生命 象征生机 以旧死扶伤为宗旨的慈善组织 也就是International Red Cross 是用红色 红十字 交通灯 国际通行的 红灯停绿灯形 黄灯慢行 这些颜色都有意义 运动场上的黄牌表示警告 红牌表示处罚 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特定意思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有一些颜色的文化含义 是国际通用的 但是也有一些颜色的文化含义 是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特有的 英语当中也不例外 那在语言当中就有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语言上的例子 这一次的节目呢 我们就会把文化知识 和英语学习的内容融合在一起 这个世界是五彩缤纷的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 表示颜色的词语都非常丰富 例如我们可以用食物代表颜色 例如金色 gold 巧克力色 chocolate 我们还可以用区别色差的颜色词 来代表某个特定的颜色 比如说 dark blue 深蓝色 light yellow 浅黄色 淡黄色 pale gray 浅灰色 像这个bright red 鲜红色 等等 但是最基本的还是八种 就是赤橙黄绿 蓝紫黑白 由于篇幅所限 我们今天就选取这八大基本颜色词 一个一个的进行一番盘点 选取这八大基本颜色词 是因为它们是英汉语共同的 而且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 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讲的颜色里面没有青 我们通常汉语都说赤橙黄绿 青蓝紫 有个青 我今天不会重点讲它 那是因为在英语里面并没有这样一个基本颜色词 这也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一个表现吧 中西方的文化当中基本颜色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汉语的基本颜色词之一 就是青这个颜色 在英语当中可以说是词汇的空缺 就是它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一个这样的颜色词 每次我们在用到青的时候呢 要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会要根据实际的所指 分别译成蓝色绿色或者黑色 比如说青天 英语当中得说blue sky 就是蓝天 我们说的青椒 英语是说green pepper 就是绿辣椒 我们说的青山绿水 你注意这两个颜色 英语当中都不是对异成相应的颜色 首先青它就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颜色 青山绿水 英语说的是green hills and blue waters 你看两个不同的颜色 青布布料 要说成black cloth 那是黑的啊 那所以这就是不一一对应的 我们汉语还有一个词叫青出于蓝 这么一个成语 那要翻成英文 更是只能异异了 你可以说成是 surpass one's master or teacher in learning 英语里面有一个常用的颜色词是beige 在汉语里面也没有对应的词汇 那我们可能会分别翻成米色 米黄色 淡棕色或者灰褐色 我们今天想重点讲的是赤橙黄绿 蓝紫黑白 这八大基本颜色词 在英语当中特有的文化含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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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